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属于缺胳膊扫吐的行动 可以看到它这儿只有四条线 整体缺乏重坦 对吧 完全没有重坦 而且呢 它还不止没有重坦 在第一级场这些所谓的轻坦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轻坦它是没有观瞄的 所以呢 没有观瞄呢 就少了很多玩法 可以算是也是没有轻坦 不过呢 它好是好在有几个比较核心的车 比如二级的这几个炮战车 是它的最典型的开线 非常有帮助 好 其他呢 不过到了高级一些就很好用了 从三级开始就有一大票美系的和自己的 比如霞飞 谢尔曼 华克蒙拳等等 还有一些四式中战车 五式中战车等等 还有呢 到了四级之后就有最有名的咱们的昭和神官 对吧 这是核心车 以及604无后座力炮 这也是很有名的 再往上从五级开始 就有614手提包 744这些都是特别好的好用的 最后呢 到顶级厂 也就是最有名的904和904B 不过呢 现在作为10.7的厂 它最顶级10.3相对来说就弱了一点 坦尖线呢 最高有一个16轮 也是一个轮式突击炮跟半人马 什么904 90轮 什么之类的 大三猫都是一脉相承的 尤其是最近新加的一个934 这个地空导弹的这个丰田皮卡 对吧 也是一个极大的丰富了 好 这个894战斗装甲战斗车就跟五四或者 这个布莱德利类似 对吧 好 总体呢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毕竟每个戏呢 都有它各自的特点 也有各自不同的玩法和开线的思路 好 我们下面就先进入昆蓬局讲片子环节 好 正如我们刚才所说 我们先来到一级二级低级场 关于日系的历史部分呢 我们就放到下一期来说 等到三级的时候 因为这期呢 我们重点是分析一下 这个整体的这个线 开线的问题 好 我们如刚才所说 细短车少 而且啊 整个没有重坦线 不过呢 我们刚才没有提 有两个金币车 有一个是95式重型坦克 还有一个之前有的 现在已经下架的五四重战车 现在已经没有了 这个跟异系很像啊 异系也是没有重坦线 中系呢 没有防空车线等等 昆蓬局经常喜欢把这个日系跟异系比起来 他们俩还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从线上面 当然这个游戏美苏德还是他的 还是最最最大的 也是最强势的系 对吧 好 第一期场我们刚才说了 这个轻毯啊 不太好用 因为他没有观瞄 而且跑得也不是很快 好 最难的就是 为什么日系总体说来他很小众 玩家也很少 昆蓬局觉得有一个最大的原因 就是他的一级啊 非常的劝退 正如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一票 什么九五四 九七四 九八四 那些不管是轻毯还是中毯 要不呢 就是小口径 什么三七炮 四七炮等等 虽然装填很快 但是威力太弱 只有个四五十穿 正面手上 同级的都打不穿 然后呢 还有一票就是大口径的 一百二 一百五等等一系列的 但是呢 都是短管炮 先不说你打不打得中 对吧 他下坠非常的严重 因为出汤速度慢嘛 下坠严重 你不一定能瞄得准 打不圆 即便打中呢 穿身都只有几十 只有五十 五十以内 那也是很麻烦的 而且啊 他的装填还齐慢 经常一个打一发过后 装都要装个十几二十秒 这个在这种第一级房根本是没法比 大家可以想象美系的斯图亚特系列 威力也不错 装的也快 苏系的各种 对吧 苏系的车就太多了 包括像是什么T26 对吧 什么T多少T多少那一大票 装的也快 威力也不错 然后德系呢 德系毕竟早期 他也有一定的难度 也有些不起整 但是他毕竟可选的比较多 五条线嘛 好 但是呢 有一个好处就是 这个游戏给了一个新人礼包 这是最近才出来的日系的礼包 包括有一万两千银丝 十二万银丝 还不是一万两千 十二万银丝 加高涨七天 外加一个二级的金币坦克 和一个金币飞机 而且这两个不单纯是有金币收益 而且自己也算那个线里面的一个 对吧 也可以凑一个数 这样开线更快 所以从这一点就看得出来 这个新手礼包还是很值得的 尤其是有些时候搞活动 还再来个打个五折 对吧 才五块钱 你想一想 比如说 比如说银丝十二万对应的价值 也就差不多那个价了 所以根本就是完全是最划算的一个东西 即便你没有打算开这个系 我觉得新手礼包都值得买 好 日系呢 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 就是它是一个最典型的所谓枪头草 因为我们之前讲过 对于这个游戏这个匹配的这个机制 英美永远是抱成一团 德意是抱成一团 苏中是抱成一团 他们三方一般是不会混搭的 除非是那种乱战场排不出来 但是呢 我们可以看 这有两个典型的截图 一边呢 是典型的 二战的德意日一起 对抗的是 直接全部联军 对吧 盟军 当然呢 也有一个可能性是 英美日一起对抗其他所有国家的盟军 当然也就不能叫盟军了 这一点很有趣 之前 昆军军觉得只有在二战场才会 只有在现代场才会出现英美日一起 但是现在低级场 二战场也会有这种出现了 这就带来一个什么后果呢 就是日系它的并没有很固定的队友或者敌人 比如二战场 一系它没有重弹 但是它永远是跟德系一起 那么德系有虎四 有虎王 从五点三到六点七都有重弹的支持 而且重弹的这个玩家也很多 这就可以弥补 使得整个游戏 整个自己这方阵营的话 是比较均衡的 但是你想日系它自己又没重弹 如果分区跟比如英系 那英系它也没啥好用的重弹 丘吉尔也就到四点七 马克七后面就没重弹了 美系呢 虽然有一些 但是并不是很 并不像虎四虎王这样人手一台 对吧 这就使得反正队列啊 要根据情况做好良好的选择 当然在第一季场的日系还好 还没有太多可说的 毕竟可选的也比较少 或者说可用的也比较少 但是呢 等以后到了中级高级 这一点就会凸显出来 它的这个队友和敌人是在时刻变化的 要根据进入游戏过后随时确定 好 正是由于我们这个低极限啊 跟异系一样 低极限实在是很难开 所以呢 也有一个其他的思路 就是直接利用顶级金币车 74G 一个9.0的金币车去开线 这74G 钢针热成像激光色距仪 对吧 样样有 毕竟它有9.0的权重 跟爆EA1A120是同款 对吧 是同等级 而且74G还有一个好处 刚才大家可以看到 普通的74是8.7 之后直接到904就10.3了 所以这个日系它直接跳过了9.0 没有重弹 9.0 9.3 9.7 10.0 所有这些段位都没有 所以呢 如果有一个74G 9.0 也会 也可以使得 不管你是跟74是一起组个对立 还是今后帮助开904 都是有好处的 所以这也就是一个 当然这样也可以避免 之前去绕那些弯路 开那些小车 对吧 好 当然话虽然这么说 昆蓬鞠相信还是有很多玩家 是愿意自己干 那么自己干呢 还好的是 只要到了二级厂 就有一个核心车 就是三式炮战车 是在坦尖线的2.3 可以看到昆蓬鞠 当然昆蓬鞠站呢 有护身符 但这个符呢 是一个正好正巧抽到的 并不是磕的 不过呢 也建议大家 为了开线快 可以磕一个出来 毕竟二级的护身符 也很便宜 一千金银以内 磕出来了过后 开到把三级开满 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好 这个车呀 它不仅火力很强 是一个七五炮 有一个很好的侧甲弹 所谓侧甲弹 就是日系的 其实就是穿甲弹 它的每一个车 都有很有趣的名字 我们到时候到三级厂 讲历史的时候 再讲因为本期内容太多了 好 不仅如此 而且它的火控也不错 这个火控就 就例如比如说 它的这个炮镜放大倍率 很不错 而且由于它是一个长炮管 它的这个炮弹下坠 也不是很严重 而且 它这个侧甲榴弹呢 装药量也很足 多少千克 所以一般只要打穿了 就直接秒全车 妥妥没有问题 不管你是跟德意日 匹到一起 还是跟英美匹到一起 对抗别人 比如打苏系啊 或者打英系啊 或者打美系啊 即便是遇到对面的 跨越权重的 到三年级的 都没有问题 一炮一个 穿正面 穿手上 都是没问题的 而且呀 它的生存性 也不错 虽然它作为一个 并不是那种重心坦奸 成员组呢 却有六个人 这样呢 就使得 他死了过后 对吧 要低于二 才会判定为爆炸 所以才会击毁 所以你一般呢 能够挨 两到三发 是没问题的 当然我们除了 这个三式炮战车 可以看到 这个一式炮战车 它也是同款的炮 所以也不错 但是呢 一式炮战车 有它的一个弱点 就是 它的车顶啊 是漏风的 我们这就要说到 这个三式炮战车 还有一个优势 虽然它是固定炮台 而且没有机枪 没有副武器 但是呢 它车顶 它是封死了的 所以呢 小口径机枪的飞机 扫射 填地 是不会受伤的 但是这个一式炮战车 它上面是漏的 所以 机枪一打 就会死成远逐 好 所以这一点 又更看出来 三式炮的这个重要性 当然呢 可以看到 这个二式炮战车 却在中坦线 因为二式炮战车 它是一个 不是固定炮台 是一个移动的炮台 但是呢 它是一个短口径的 也是七五炮 就是可旋转的 有方向机的 所以这个车呢 没有三式炮好用 所以这个三式炮战车 绝对是核心车 优势具建议大家 只要一旦开 一级跨过过后 就先开坦间线 一式炮战车和三式炮战车 而且这两车可以一起 放到同一个队列里面用 好 前期呢 那我们就一定要以这个2.3的这个队列为主 每开出来一个新的 我们就换 对吧 这样呢 也就给大家推荐一下 一级场的一个队列 一级场呢 新坦我们就用这个特二内火艇 中坦呢 就用这个974中战车 坦间呢 就用这个一式炮的之前一款 就是四式十五梨 当然在游戏中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车也是非常难用 这个车非常大的口径 但是呢 威力很弱 穿身非常低 根本打不死人 当然这个特二内火艇 虽然说它是个轻坦 但它是个三七炮 小水管也是打不死人的 反正也是很麻烦 还有呢 这个974中战车 虽然它是一个中坦 但是好像是个四七炮 还是五七炮 威力也很弱 也是一个短管炮 都很麻烦 最后呢 昆盟居 至于就是之前这个礼包啊 这个新人礼包 之前刚出来的时候 并不是配的这两个坦克 而是配的这个短十二离自走炮 这个炮呢 也是一个短的大口径 也是没法玩 总体说来就是一个没法玩一级 防空车呢 是一个940六轮 叫自动货车 你看这货车都已经来了 我也是真的服了 也就是一个高射机枪 架在这货车的后面 好 到了2.3场就好玩了 2.3的昆盟居推荐的队列 就是三式炮战车 是核心车 此外呢 可以放两个中坦 因为没有轻坦 就放一个一式中战车 外加一个就昆盟居 这个新手礼包 开出来的这个漆黑 不知道这个是代表什么 因为没有给中文翻译 昆盟居也看不出来 好 额外呢 再把一式炮战车也带到里面 就不用带其他的中坦了 那个二式炮战车 是一个很不好用的 因为大口径嘛 刚才说过 所以就带这个一式中战车 就行了 好 它有一个1.7的防空车 叫四式对空战车 至少嘛 你也算是个战车的 也不是一个货车 对吧 飞机呢 也就是金币飞机 送的刚好2.3 所以进一起呢 就组成一个很不错的 2.3阵容 只要是遇到那种远距离的图 后面昆盟居素材里面 有两局都是 昆盟居先剧透一下 都是有接近十杀的成绩 就是利用这个三式炮战车 这个车是非常的香 那么很快 尤其是上了服 很快就能干出 直接把三级都可以干完 如果你不愿意玩三级的话 可以干完三级 当然了 再往后面再去干四级 就会有比较大的损失 所以就建议再用三级去开 当然那也就是另外一个视频 下一个故事了 好 这一部分呢 基本就是这么个情况 我们是基本上逐一分析了这些车 然后我们下面就进入三场 精彩的素材 其中呢 除了我们刚才说到了两个三式炮 还有一场呢 是一个低级 因为昆盟居为了给大家做 也把一级场也给大家做了 不过就能看出来有多么的难 甚至比一系还要难 好我们就回到游戏中去 好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这个三式炮战车呀 这真是一个神车 我们这波直接拿到了九个击杀 加一个助攻 获得了一万多的研究点一下 加四万的银丝 其中有双杀 有战车救星同车离开 势不可让乘以九 连续无伤乘以九 同枪铁壁 最后一个陆战英豪 相当于九乘以二历史嘛 相当于是杀了18个 这个车真是日系第一级场的核心车 在第一局啊 就来一个惊天动地的一局 这一波呢 我们是2.3 然后三式炮战车 我们就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个车有多么的逆天 好我们来到A点上方 主要弹总呢 肯定是一式侧甲榴弹 103穿 6.56千克装药 哎好 说曹操就有曹操来了 叫炮叫一个400 450 哎呦这一发好像打低了一点点 咱们要叫一个500500左右 放过去了一个 很可惜 但是没关系 你看 这个低分场啊 一般都是16打16 人是非常多的 不丑打不到人 好 这边刚才有人开了一炮 我不知道那在哪 因为中间有棵树挡着了 我就只有盲射两发 好 打中了一个传动 非常好 但是树一倒啊 面前俩 两个壮汉 有一个壮汉下去了 好 那就先解决你这壮汉吧 好 样子 打死一个鲤 M2 拿到了我们的第一个击杀 哎 又来一壮汉 又一发 打死了一个 SAU40 应该是法国的一个时候 拿到了第二个击杀 这波呀 先剧头一下 我们是差一点点 10杀 非常可惜 在这种 虽然分他比较低一点点 但是10杀也还是 有很多运气成分 对吧 谋士在人 成事在天性的 要天时地利 人和都要斩齐了 才有可能拿得到10杀 好 我们这波 在这儿 等 等了一会儿 哎 你看 又来一个 拉好提前量 一发 哎 这一发好像打低了一点 不知道为啥 这老哥 他直接往下走了 我们看再预秒一个 哎呀 这一发预秒没打中 毕竟装填速度 其实也不算慢呢 但是并不算快 哎 你看又来一个 好样的 他还在 他在干啥呀 他在 他想越过那块大石头吗 好 一个第二法国的 我们拿到了第三个击杀 开局三分钟 拿三个还不错 哎 这又来一哥们 一发 又一个直接穿手上 M3 是那个最 美系最低的 那个坦尖 第一款 一个超级大口径 这个车 坤坤就玩过 根本没法瞄准 实在是 好 拿到了第四个击杀 美系还是要到M10开始 坦尖线才能玩 3.7 这个 二连几的那个M3 没法玩 那个口径太大了 就跟 当然这样的车也很多了 比如说三出者A也是 好 我是想把这棵树给他打倒 但是打了一发 没打倒 我想着说算了 别浪费弹药 哎 你看又来了一个 一发 M31 是一个应该是个瑞典的车吧 我们直接拿到了第五个击杀 就蹲在这不动 你看就这样 敌人都还有坚强的人 去把A点给站下来 我们的大部队都在C 都在C的那个高台上面 在那个海拔最高的地方 我们在这 因为这个图 因为这个图 爱尔兰灰烬之川 它是一个 自南向北 是一个越来越低海拔 所以 一般下到A点 再想爬上去 就有点难度 这几个坡 你又来一个 好样的一发 这是一个小林祖 是一个英系的初始坦克 拿到了第六个击杀 我们现在重生点肯定已经多如流氓 这是一个美国的很有特色的初始车 他还想反击我们 好第二发 第二发把他驾驶员打死 第一发坏传动 第二发驾驶员 还要把他战斗部给打包 第三发排的还不够 把他的车长打死了 或者炮手 可能其中之一 第四发 哇 又死一个 他这车里12345 哦 我想起来了 他这车里后面有俩机枪手 也算人 你看12 战斗部三个后面俩七个人 怪不得 打了四发才打死 拿到了第七个击杀 空洞军都忘记了 对 这个车是 人比较多 这个LVTA 之前做中系的时候也做过 中系是把这个车改造了一个坦间 2.3也是中系的核心车吧 之前我们也是讲过的 好 这波我们看一下A点 哎呀 队友也没有想着说往前上 我们都掩护了这么久了 因为这边这个居台上好像有人 哎 且慢又有人来了 一发 你看 这一发是打死了一个巡洋坎克马克四 拿到了第八个击杀 你说他们这个一个一个来 死了重生的人也不标一下那边有人 我也不知道 可能大家都是新手的 所以 没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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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也没人知道 就一个一个上来送 好 我们我们可以稍微快一点点 我们这个三式炮战车炮虽然威力大 但没机枪 如果被 如果被飞机来舔是有点麻烦的 或者被人绕侧对吧 是比较麻烦的 好我就在这祈祷说 再多来几个人 让我们拿个十杀呗 是吧 我还想着说 但是我有一点等不及了 因为毕竟 因为毕竟这局点虽然还很多 分数就是 对我的分数 但是 游戏时间已经不多了 游戏时间现在应该是已经 已经进入 后三分之一了 可能是 最后十分钟这么个情况 所以我们 也在这有点按捺不住 激动的心情 哎你看 刚好就来一个 我们一发 打中他的这个 你看他往回走那里玩呢 来 哎呦这一发 你看他往后撤 刚好让我们打空 这下完了 我们拿了一个助攻 把他的油箱打坏 油箱打坏过后 他往前动了一下 我以为他要往前走 往前拉 但他又往回退 这下又让我们空了 这比较亏 好 当然这一波我们 还没有结束了 还有 还有机会 A点 终于被队友给反推了下来 我们终于把这棵树给打倒了 之前一直想着说 这棵树太碍眼了 一直没有想着说把他给打倒 不过也是一个遮蔽物吧 毕竟遮挡了我们 那对面也同样被遮挡 对吧 好 这波 这波我们突然发现 有人在下面 你这怕是一个白给的 一发 一个 又是一个 SAU40 法国的 他肯定是从B点那个坡下去的 他根本没有想到上面有人 因为毕竟他正在跟A点的人交战 好 我们轻松已经拿到了 拿到了第九个击杀 九杀一助攻的一个场 之前其实昆蓬鞠玩中戏的时候 其实也玩出过十杀 但是那局素材后来后来找不见了 好这一发把一个炮栓打坏 我想着说赶紧啊 我一定要拿十杀 但是他堵回去了 这就比较麻烦了 所以这算 飞活动场里面 昆蓬鞠第一次展示十杀吧 之前 红茶系维克斯马克一好像有过一次八杀 然后 百夫掌马克十 应该是有一个 也是一个八杀或者九杀吧 因为十杀真的很难 个人技术 站点对吧 敌人还要刚好出现在 你想要的位置 你看我们想打人 想打飞机没办法 因为没有机枪 好这波再往后面 好像敌人就已经输了 哎你还敢出来 好一发 未击船居然从炮盾打进去 他把我们传动也没有也打黄了 好再来 哎呦这一发麻烦了传动被他打爆 别等会儿最后一刻哎呀真的 你看这些美系的装填速度是真的快 三秒就一发三秒就一发 来我们最后一个反击 哎呦完了 这一发我们怎么没有打出去 哦刚才炮手死了 完蛋我们这个真是晚节不保 对吧最后一刻可能还要被反杀 这下成员组越来越少 又死了一个 一炮一个致命 一炮一个致命 好我们最后一次机会 开一发 哎呦打高了这一发 他是很鸡贼 他就露了一个头出来 我们这下就麻烦了 但是我们三点都全站下来 我们这修是修不好的了 呃又中一发 我们已经挨了六发七发了吧 好这一发是刚好从炮炮进这儿飞过来 哇他这重装也真是太快了 但是最后我们刚好修好了最后一秒钟 还是被他打死了 哦我就忘了 美系的这些斯图亚特重装是真的快 好我们这波那肯定妥妥的是第一名 对吧 九杀一助攻的成绩 我们这波来到阿尔卑斯这个地图 这是1.3场 也就是一级最低级的车 也这也借这个机会也给大家看一下 日系这些最低级车 实在是非常的难 不亚于一系 好我们这一波呢 一开始出的是一个轻毯 当然他虽然是轻毯 只不过呢他这个没有观瞄装置 所以玩法就少了很多 这个最大的特点呢是 他这个下面啊 还有两个这个 这个叫什么螺旋桨式的东西 估计啊因为他名字你看就叫特二式内火艇 估计还能像个艇一样在地上在水上开 大概这么个情况 内火艇可能是内部有火炮的艇的意思 好我们也不管这么多了 他既然是个轻毯呢就快速去占个点 而且这个坦克的外形大家也能看到也是很奇怪的 一个方吨吨的一个小炮台 然后是一个三七炮 正如我们之前说过的 小口径打不穿 大口径装填慢 只能发榴弹 真的是非常难 好我们这波下来站点 站点的时候呢看到那有一个人 我们先用我们普通的弹药一发 没有打穿 第二发还是没有打穿 来看一下 这个弹药46穿 944侧甲榴弹 46穿 我发现这个46穿呢 根本打不穿 还是用高穿升的这一个 这一款呢有个57穿 14侧甲榴弹 这个57穿跟46好像也差不多 然后看到他躲起来了 哎我们拿到了助攻 可能是把他打死了 点也站下来 这样我们瞬间排名就来到了第一 这一波呢是一个经典的 隔一日 对抗一系列盟军大票 这边来了一个 我们又是一发又没击穿 他在往下面跑 再一发还是没击穿 哎非常好 一个M10 毕竟M10是个坦尖 比较脆 我们一发 拿到了第一个击杀 不过这局呢 反正也就给大家看看 因为日系 一级场真是难玩 真是太弱了 不过到了二级就好很多 好我们这波还在点你徘徊 我们是发现这 你又上来了哇 你这直接都爬上来了 这个应该是苏系的那个 T70还是T什么 长得已经有点T34的样子了 对吧 大家一看就会觉得 这个有点T34的味道了 好又未击穿 手上也击不穿 正面也击不穿 你看又一发 正面直接跳弹 好 这一发呢他显示是命中 但是没有任何伤害 好他退下去了 这波很细 没办法 这还好 等会我们遇到法国的共产 大家可以看 真是欲乎无泪 这个打根本打不穿 好我们这波看了一下 会有三个点都在站 我想着说 那就往前推一推吧 既然我们这已经没 没的地方可站了 他这个还是个四人成员组 两人炮台 一个机枪手 一个驾驶员 这个四人炮台这么一个基本配置 好这波这个已经死了 我们是拿到了第二个驻动 好继续往前推 我们这辆车呀 你看他轻毯机动性也不太好 哎这边有一个 我们还在等这个稳定器 哇一一发就会打死了 好不过没关系 我们重申点是很多 这是法国的这个B1这个动弹 这一波是比较麻烦 我知道这个车在第一级场是非常的硬的 好 为了克制他 我们直接出了 我们这个四式十五离自走炮 自走炮说白了 就是坦尖 就是自行火炮 然后 十五离应该是指的他的口径吧 他这个口径啊 出的很 我们在第一人称给大家看一下 不是第一人称的视角 你看这个炮管 快要赶上灰熊式了 对吧 可以装个人进去了 这么大 好是一个四人成员组 一个驾驶员在下面 上面三人成员组 好我们回到第一人的视角 固定弹固定这个炮管不说啊 拍的还奇慢无比 好这波我看到天上有飞机 好事好在车上有个机枪 好我们这波过来 那个重坦还在里面 因为你看我们队友在B点 但B点并没有掉 就说明还有人踩在里面的 我们就想来说 我来偷个后面或者侧面看 偷不偷得到 一过来 诶 刚好 刚好是一个后面 一发你看 毫发无损 你看我们这个装填时间要多久 完蛋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穿甲弹 38穿 装药2.6千克 就典型的大口径装药弹 对吧 哎呦又挨了一发 糟了 传动坏了 不过他的穿身 也很下饭了 好他再一发 直接给我们打死了两个 炮手装填手都死了 炮手跟车掌 好被击杀 你看这种 这种作为一个坦间 直接打后脑勺 都没有击穿 我不知道这个车拿来有啥用 对吧 这个坦间 而且装填还骑慢无比 而且弹道下坠那么严重 根本打不中人 对吧 好 当然这还不是我们最最难受的 还有继续难受的日子 好 这是一个974中战车 也是一个1.3全重的一个中坦 可以算是核心吧 好 我们可以先暂且看一下 他有一个这个 他写的是穿甲榴弹 从这个画图上面看 应该是一个破甲弹 是一个金属射榴 但是呢他的这个穿身对吧 化学能弹也只有55 装药量237克 好像并不是很多 还没有刚才那个大口径的 那肯定嘛 毕竟这个 这个炮它是有多少口径 57 57炮 好 当然他也能发一个穿甲弹 但这个920侧甲榴弹 比之前的974侧甲榴弹还要弱 只有21串 我也不知道这个拿来干啥 咱们还是打这个穿甲弹吧 穿甲弹毕竟有一个55串 对吧 好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一个是一个经典的四人 不过又是一个两人车主 而且很有趣的是上面还有这个扶手 可能是给这个车主成员给拉 拉这个爬上坦克用的 好 我们稍微加一点数过来 我们想着说过来看一下这个教堂这一侧 因为教堂这一侧兵家必争对吧 这个图 可以控制bc两点以及 以及这些各处这个爱口 好 我们看了一下说看看那一侧有没有人 似乎c点是没有人 我们刚好扫到一个人 哎呦他刚好躲起来很麻烦 好吧 我们只有再开出去追他 没想到刚好他从我们这个视野 视野范围内离开 对吧 好 我们赶紧看能不能赶得上他 这个毕竟是中坦对吧 它是一个这个可动的炮台 还是要比这种坦尖好用一些 那个坦尖威力也很弱的情况下 还是固定炮台就很麻烦了 好 叫炮叫了个300 好 一发这一发是打出个致命 打死两个成员 装填还不错这个车 好 又一发 但是他溜了 我们没有打到 可以看到这个这个车装填速度还不错 装填速度还挺快的 但是弹道下坠也是非常厉害 毕竟化学能弹了 好 我们又看到了一个法国的什么车 好 打了一发呢 甩炮没有打中 急了 我们过来 哎呦 没想到他这炮台已经转过来了 一发就直接把我们打死了 我们已经阵亡第三次了 非常麻烦 不过呢 因为我们一开始重生点拿了很多 所以呢 点还够 但是这个车呢也就没什么用了 这个呢 还是一个 还是一个金币车 还是属于二级 短12厘自走炮 12厘就跟刚才那个是差不多的 刚才那坦尖 但是呢 他这炮管大家可以看一下 比刚才那个还要短 这么短一个小水管 他这个弹道下坠肯定非常严重 然后 呃 哇 还有弹线 还行 呃 我们这一波呢 出来过后 敌人就已经输了 反正也就给大家看这么一个情况 因为毕竟 不一定每个人都会开这个金币车 然后1.3全中呢 也是必经之路吧 如果你一点都不克金的话 对吧 好 这也就是我们这一局 获胜 但是 战绩呢 很一般 不过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真是已经尽力了 是吧 想必大家也能看得出来 这个跟美苏德的这些初级坦克比 真是没法到 你看我们这局一开始就遇到了不好的队友 非要挤我们 还打鸡枪 我们也是很气 一般遇到这种人呢 我一般都懒得跟他 跟他死磕 有些时候 比如说你是轻坦 别人是重坦一些队友 他就会拼命来挤你 结果挤 挤得 把你都挤得横过来了 都还继续往前推 反正总体说来 这样的人还是很多的 坤梦就觉得总体大家对吧 为了让游戏环境更好 还是尽量 天和宽让 是吧 宽容忍让 都是可以维持 毕竟队友嘛 对吧 当然你也可以给他拉黑了 我们今后可以再聊这个话题 好 这波呢 一开始 我们是三四炮战车 这个车呀可以说是2.3日系的核心 二级场 这个车我们可以看一下 他有一个又是这个一式 侧甲榴弹 这个侧甲就是穿甲的意思 有一个103穿 这个103的穿身是很高的 再加上装药量6.56千克 这个是很不得了的 穿过去了过后6.56千克的炸药爆炸 对吧 大部分的车正面都是抵不住这个穿身的 好 我们这波是露曼底深入腹地 典型的横向三点图 我知道这一片有一片森林 也不叫森林吧 小树林 昆蓬居自认为自己这个眼力劲不错 所以也就过来在这个场 在这个利用这个丛林作为掩护 这波那敌人把A点占了 昆蓬居还觉得有点压力 不敢直接往前上 好 你看他还在 这是一个什么一发 非常轻松 这是一个法国的那个B1中坦 是吧 拿到了第一个击杀 当然这波被打了个致命 给我们把 哎呦 又中了一发 两个致命把我们右侧的两位大兄弟都打死了 应该就是A点里面打过来的 好 这波但是我们似乎不需要修 这个车没有受什么影响 好 这波我们看了一下 对着那个A点里面盲射了好几发都没有打中人 这也是很细啊 因为我觉得A点里肯定有人 对 A点里敌人都飙出来 哎 非常好 好 这波刚好看到一个一漏图 我们就给他来了一发 是一个三号坦克吧 应该三号坦克J1型 打了了我们的第二个击杀 这局很有趣啊 这局是一个英美日 这么一个局 对面是德国 法国 有没有意大利 好像没有意大利 苏联 是这么一个场 好 我们继续 我们奔着这条路 我们也不去站点 对吧 虽然我们有成员组能救 我们也 这边好像看到有一个人 是不是我们来看一下 好 一发 把他履带打坏了 他还敢往前走 一个三号坦克 好 拉好提前量 一发 他咋停呢 原来是被敌人打爆了 不 被队友 三号坦克F型 好 我们拿到了助攻 这一发你看经常就是 有些时候啊 你不预判 敌人又跑得很快 预判不够的话 有时候呢 预判过多了 敌人又没跑到 还有些时候呢 你预判了 敌人突然停下来 也是很气 好 这波我们是吧 说到做到 不站点 但是呢 救一个人还是值得的 好 停下来救人 救了人过后 这波因为我是看到 这个队友已经开始往前推了 我想说去看一下B点 因为B点有很多人 所以我刚才是直接掉头 这个其实这个操作有点下饭 因为毕竟掉头的那段时间 屁股是对着敌人的 因为被反反打对吧 好 好 我们这波 但是我有自信说 那点时间应该还行 这个三式炮战车呀 虽然你看它有一个炮台 但是这个炮台只是说 只是说修了一个架子 把一个固定的炮关在里面 不过这也挺好的了 总比全车漏风 飞机一扫就穿好 好 这波A点好像被敌人反推 有人已经已经把我们面前一个谢尔曼给打死了 我们看一下 这种这种情况下呀 就利用好第三人称加Z视角 可以避开一些障碍物 但是呢你又不想开的太出去 完全离开障碍物对吧 你离开障碍物过后 敌人也就看得到你 但你要是只是单纯的避开是没问题的 好 我们这波 倒数看了一下 似乎没有看到什么人 我想着说等人进来站A点 我们就守好A就行了 因为我们毕竟固定炮台的坦坦间对吧 这个没有炮台的情况下很吃亏 所以最好是守在一个地方不动 你看我们要做大方向转动 得把车体都转过去 好我现在冒险继续往前推一点点 因为我觉得说出来过后啊 有几个好处 这个可以直接看到敌人那边重生点 而且呢这个地方也是能够兼顾去B的人 对吧 好我们这你看说着看 我们就注意看一下有没有去B 这个时候我们队友全部是在ABC点 我们是已经放弃了 看这样子 好这波四处看呢 哇这个有一个黄鼠狼都已经连续无伤三次了 一直在打 我们看到他了 看说黄鼠狼就来黄鼠狼 他还在打我们队友 叫炮叫了个500 来一发非常好 直接一发弹药迅爆 拿到了我们的第三个击杀 哎这边又看到一个看到一个车头 好像用车掌确认一下 好像打低了 用车掌望远镜对吧 协助瞄准 哦你在那呢 好样的 叫炮叫一个500 好样的一发 刚好穿手下 一个第二应该又是法国的车吧 好我们拿到了第四个击杀 这个时候啊敌人开始站B点 我就觉得有点危险了 因为B点这一侧 你看然后A点那边上面的队友也全部死完了 现在我们有点两面受敌的这么一个尴尬 诶 看到他了 车掌因为坐得高嘛 站着的看得到 但是炮手却打不到他 这下比较麻烦 看他会不会很投铁的开出来 好我们想着说我们背靠着A点 然后如果敌人去B就直接直接这个对吧 有恃无恐 好这边 队友有上去了 队友有去找B点的人去了 我们这个到处观望 好像没有看到人啊 然后队友标出来靠这个建筑物的边上 但是拉烟了 我们也没敢贸然的开炮 这个时候我突然想起来A点这侧的队友都死完了 会不会有人过来啊 那我们就是真是真是两面受敌 这是我们最怕的情况 所以我也想着说看一下 诶那边有人在打击枪 有一个敌人的防空车 但是第一是隔的远 第二是他在那个鞋面下面 我们打了一发没打中 你只得坐罢 是吧 这个2.3场啊 其实很多人有些时候是一些高手 是一些开线开了好几个线的来的 比如困棚局对吧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认为说第一几场就随便玩 其实这一点呢 对有些新手还是不太好的 因为毕竟如果是真新手的话 对这个游戏才开始 诶 你看我们先打住这个杂谈 这个A点真的正正在被占 这是我们最怕的情况 我们赶紧先往后撤 先躲到密林中 保证前方对吧 前方不容易看到我们 我们直接过来 所以打他就措手不及 我们看一下 四处看了一下 并没有看到人 哎呦 有人正在打我们 好样的 好像是个防空车在打我们 我们直接盲射了一发 盲射了一发 打了个命中 是一个卡车 好他被队友打死了 我们 我们就可以安心的继续看A 其实理论上啊 只要被被敌人打出来 我们的点 有可能已经在敌人地图上飙出来了 但是现在反正死马当作火马鹰 我们现在成员主有五个 还能挨一发 这车呀 他虽然全车都漏风 但是架不住人多对吧 架不住人多 也还是有一定的防御能力 就跟土龟一样 土龟跟T95猎虎比起来 不算硬 但是他有七个成员 对吧 我们这是看到了 一个四号坦克好像 我们还是确定一下 开出去稍微开出一点点 好 瞭好 正好一发 正中侧面 是一个三号坦克异形 好样的 我们直接拿到了第五个击杀 但是这波呀 队友已经有点不行了 队友 其实也还行 队友也是 好我们这波A点 虽然被敌人占了 但是我们队友已经跟上了 我也就不想测着再去占A点 没想到还有一个人 不过被队友打死了 还好 因为我们在转身的时候 就有可能被反杀 对吧 这个时候队友飙出来 这一侧有一个坦尖 我们看一眼 他拉烟了好像 比较麻烦 这个这个车呀 他别的都还不错 尤其是炮威力 但是没有烟雾弹 这是一个硬伤 不过呢 有一个炮射烟雾弹 炮射烟雾弹 昆文剧之前 在尤其是XM1的时候就讲过 炮射烟雾弹 只有在那种发动机坏的情况下 但炮没坏 才有用 好 这波我们是看到那儿 B点有个人在打机枪 但是我们打不到他 很气 这太气人了 但是我又不想直接冲出去 对吧 冲出去毕竟比较危险 好 这波我们 也是干干着急 看到你又出来一个 这是个什么呀 好样的 一个三兔子A型 是最差的那个三兔子 大口径的三兔子 好拿到了第六个击杀 加一个助攻 不过这局呢 后面好像就输了 毕竟因为我们点很少 而且 而且敌人占了俩 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队友不去 赶紧把B踩下来 对吧 理论上你只要把B踩下来 我们就 我们就不会再掉分 但是这波 再往后面 哦 原来那有一个坦尖在守着 好 这波好像再往后面 就已经来不及了 这局就输了 不过我们呢 也没死了 六杀对吧 也是陆战英豪等等一系列的 那是妥妥的获得了 反正 人数多 就是任性 六个成员组 哎 五个好像是 五个成员组 死一还剩四 对吧 好 这就是这么一 大家可以看到这波又是一个典型的 在这种第一分场啊 你只要打出比较好的成绩 就能够发现这种 一次性所有改装件都可以改装完的情景 比如说我们这波 对吧 每点一个就改装一个 点一个就改装一个 直到改装到最后 所有改装完毕 然后全部购买一次性 而且还多了三千多的研究点可以用 呃 不过这也就只限于第一几场改装件便宜的情况 然后我们这波结束呢 还获得了一个日系的战车第四连队第二中队战术标识 可以拿来看一下这个丰田皮卡 总体说来实际上皮卡在现代战争中 反而出现了更多 尤其是各地的这种什么中东啊 或者是非洲啊 那些反坦呃 反政府武装用的特别多 而且皮卡利用它的机动性 后面可搭载的东西也非常多 多是多样 比如说我们这个进三 这个进程防空导弹对吧 我们可以看它的改装 是一个80毫米火炮 叫914 而且还有激光测具 一夜市 一夜观苗等等一系列的 所以总体说来 这个我们后面日系的还是有很多很精彩的东西 当然再包括我们这个之前说过的16轮 也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 对吧 一个9.0的16轮 这个跟我们之前说过的半人马 包括什么904 包括什么90轮 对吧 就德国的还有大山猫 都是很相似的 好那我们就期待我们后面 三级四级乃至更高级的日系的视频 谢谢大家 再见